穿那么短的裙子其实就是希望被摸吧 这是日本电车痴汉被抓后恼羞成怒的丑陋嘴脸 他们专挑那些看起来喽络的少女 哪怕被抓现行少女也不敢随便指认 那钢铁猛蓝却受不了这样的误怒 不仅在电车上救下少女 还一拳直接放倒了痴汉 而他也因此被学校停课一周 但他并不后悔 只是觉得好烦 这是堪称日本史上最丑的男主 可却有上网人给他好评 认为是必干的纯爱神作之一 没有怀孕 没有堕胎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纯粹且美好 钢铁猛蓝是一个身材魁梧 但面向凶猛的超级老好人 他时常因为面向问题被人当成可疑的人士 更因为面向问题 从小到大喜欢的女生却被好友阿诚吸引 与他面向有着巨大反差的阿诚 常常被女生表白 可阿诚无一例外全部拒绝 原因是这些女生都在讲猛蓝坏话 两人从三岁的时候开始就是邻居 所以这次停课学习笔记 全都是阿诚给他带回来 他知道猛蓝是一个如果能帮到别人 绝不会在乎自己的人 可敢当着警察面前打人 还真是两年出乎意料 就在两年聊天的时候 妈妈突然有些兴奋地表示 有个叫大和的女孩要找猛蓝 可这个名字猛蓝觉得有些陌生 直到女孩站在她面前 猛蓝才知道大和是自己昨天救下的少女 纯洁可爱的模样让猛蓝很有好感 阿诚也很识趣地打算离开 可少女却有些慌张地让阿诚留下 这一幕猛蓝再熟悉不过 她身边的每一个女孩最终都会爱上阿诚 猛蓝早就已经习惯了 可在少女告别的时候 看着她与阿诚离开的身影 猛蓝内心难免产生落寞 可却还得自我安慰 就当救了一个好女孩 反正也已经吃到她送来的鞋底蛋糕 一连回到昏暗的房间 准备忘却这还为萌芽的爱恋 一阵响铃却打破了此刻的寂静 猛蓝发现桌下有一把手机 接动来电后 虽然那熟悉的声音浮现 猛蓝有些错愕 印好一个地方相见 不过猛蓝却在隔天带上了阿诚 她理所应当地认为 这才是达赫想要的结果 果然 她见到阿诚的达赫 脸上还是不自觉地出现红晕 她没有拿到手机就马上离开 而是又一次拿出甜品谢礼 邀请两人找个地方品尝 在吃东西的时候 心灵的猛蓝发现达赫身上寒流不至 脸上的红晕也迟迟不退 她不自觉地靠了上去 有些无法理解 难道就这么喜欢阿诚吗 她找借口去上厕所 直接把头炸入凉水中 为什么人心这东西 淹自己都不能掌控呢 明明知道大和喜欢阿诚 可却还是会感到难受 虽然觉得很遗憾 但为了不让大和为难 她依旧决定帮助大和 厚颜无耻地提出 想在吃大和做的甜品 这样一来 她就可以知道机会 让阿诚和大和有更多的交集 等到黄昏时刻 散男分别后 阿诚罕见地夸赞大和 是个好女孩 这还是猛男 头一次听见阿诚夸赞身边的少女 这也更让猛男坚定 要撮合恶人的决心 在惊讶之余 身后突然扑来一位少女 之前大和气喘吁吁的 向猛男询问邮件地址 在看到大和拿到邮件地址后 露出的甜美笑容 猛男又一次沦陷其中 但她知道眼前的少女 根本不属于她 从这之后 猛男便和大和开始不断的联系 但她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撮合阿诚和大和 甚至想从阿诚口中 套出她的择合对象 好不容易等到了 与大和见面的日子 猛男理所应当的 继续带着阿诚赴约 甚至自己是电灯泡的猛男 完全沉浸在美食带来的喜悦 一口一个甜品 丝毫不顾形象 期间 阿诚去买饮料 猛男便疯狂地安理阿诚 可大和看起来 性质并不是很高 这也让猛男不断思考 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来助退恶人 直到几人要再次分别的时候 猛男才想到大和 还没有阿诚里有件地址 于是大手一挥 当阿诚主动一点 看着拿到阿诚有件地址 而开心笑着挥手告别的大和 猛男心中百感交集 也就在这时 一边突起 周边施工的钢筋突然断裂 直接猛男立刻护住了大和 猛男用尽全力顶住了钢筋 此刻的他和超人 就只插个红裤衩 他也总算明白 为什么自己当不了白马王子 因为自己一直 都只是守护公主的骑士 罢了罢了 起码大和得救了 这样就可以了吧 眼看猛男就要被钢筋压死 阿诚其实带着工人赶来帮忙 身后还有憋红脸 用尽全力的大和 看着公主竟会为了骑士 拼尽全力 猛男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力气 将钢筋弄了出去 得救后的大和 急性地发现猛男脸上的伤痕 一块带有魔法的粉色OK崩 让猛男全身的疲倦 一扫而空 甚至连魂都给勾走了 先前的胸线已经置身脑后 猛男现在只感觉到无比的幸福 但这份幸福感却没有持续太久 等到家里的猛男已然清醒 能被公主关爱 他这个骑士已经很满足了 就在猛男思考如何继续撮合大和与阿诚时 一道铃声却打断了他 没想到大和竟主动邀约猛男 还特地强调不要带上阿诚 可即将独处的情况 却没有让猛男感到一丝兴奋 看来大和的恋爱咨询马上就要来了 猛男得抓紧时间整理 要如何在大和面前多说说阿诚的好话 约定日子很快就到了 大和依旧是那么的甜美可爱 每一次见面都让猛男的内心小如乱状 在玩很好情绪后 猛男开始见缝插针 不断寻找机会提起阿诚 为了撮合两人他可会是煞费苦心 然而就在猛男感慨自己的伟大时 只见大和竟泪言颇缩 随后找个理由也忙离开 留下猛男一人不明所以的弄在原地 他着急的来到阿诚家质问他 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大和的事 可得到的回答却是 大和同学喜欢的人明明是猛男啊 但猛男怎么可能相信这种鬼话 他早就习惯了身边女生都被阿诚吸引的结果 明明阿诚长得那么帅气 明明阿诚也夸过大和 可事情的真相真是如此吗 就像猛男是头一次听到阿诚夸赞女生 而阿诚也是第一次遇到女生夸赞猛男 所以他才会觉得大和是一个好女孩 可这也让猛男直接误会了阿诚 毕竟之前大和所表现出来的种种 很明显是对阿诚有所好感 但这些好感在阿诚看来根本就不存在 会让阿诚留下是害怕独处会很紧张 或一个近的看下阿诚 是因为猛男听了人家都不好意思了 可即便如此 再没有亲耳听到大和的情感 猛男不管怎样都很难相信 而就在这时 阿诚的妈妈进屋告诉阿诚 有个叫大和的女孩找他 情急之下 猛男只要躲在床底 一进屋的大和就感到无比的委屈 向阿诚倾诉心中的不甘 他不知道为什么猛男一个劲的 撅着阿诚 他不知道猛男是不是在闹着圈子拒绝他 阿诚有些好笑的看着眼前的少女 他询问大和 打算放弃吗 可得到的回答却是 绝不放弃 因为他喜欢上了猛男 为了防止猛男没有听仔细 阿诚故意捉弄了大和一把 让大和把内心情感全部宣写出来 随着大和一遍又一遍的诉说着喜欢 阿诚让猛男也要懂得回应 看到从床底爬出的猛男 大和恨不得找个地洞躲起来 可在听到猛男的告白后 他的世界被粉色填满 幸福来得真是太突然了 猛男作梦也没有想到 甜甜的恋爱竟然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每天沉浸在恋爱中的喜悦 以至于变得有些精神恍惚 在自于大和约会结束后 他接到了朋友的电话 因为朋友单身的缘故 所以他们打算举办联谊 想让猛男带上他的朋友参加 如果要问比女人更吸引男人的人是谁 那必然是猛男无疑 在初中毕业的时候 整个学校的男生 都因为要跟猛男分别而感到不舍 在他们的印象中 猛男是比男人还要男人的存在 而且在生路高中 全校男生依旧对猛男充满向往 他来到班级公开自己恋爱的情况 所有男生都替他感到高兴 在听到有联谊会可以参加 这一刻猛男就像化身成光一样伟大 而阿诚作为猛男最好的伙伴 自然是被要求强制参加 猛男想着既然是大和的朋友 那么肯定都是好女孩 对此阿诚却并不这么认为 好女孩的朋友可不一定都是好女孩 也可能正因为是好女孩 所以才会和他做朋友 猛男不懂 他直觉阿诚说的话太神奥了 等到联谊会这天 大和的朋友都很好奇猛男是何方神圣 可在真的见到后 所有女生都冷住了 他们私下称呼猛男为雄 甚至还在背后讲他坏话 各种厌恶和嘲讽简直不把猛男当人 这些话却被大和与猛男凑巧听到 他终于明白了阿诚的意思 听到好友就想吐槽自己男友 就算大和脾气再好 也终于忍不住了 他寒累的跑出餐厅 不过很快就被猛男拦住 看着眼前的少女 因为自己受到乌怒而不断哭泣 猛男安慰他不要伤心 自己并不在意 反而知道大和一直在朋友面前 夸张自己感到非常高兴 情绪环合后 大和也觉得是自己表达有误 没有把猛男的帅气自己说清楚 所以在造成了好友的误会 等回去后一定要好好解释 可两人刚到餐厅楼下 却发现楼上失货 现场已经断成一团 之前将猛男坏话的两名少女 还被困在楼上 猛男听爸没有丝毫有欲 直接冲进火场 在成功解救一名少女后 他没有任何停留 继续冒险闯路 可这一次 他却为了救出最后的少女 而被重物困住 体力早就已经用光了 身上还有伤口 眼看猛男却要支撑不坐时 手里的电话突然响起 接通后 阿诚告诉猛男 如果再不快点出来 大河就要冲进去了 如果猛男就这么没了 那么他也会变得很无聊的 所以拜托了 快点出来吧 想到自己真的就这么离开了 那么大河一定会哭得很伤心 为了大河 他必须活下来 在这一刻 他化身成了光 所有人都注意到了猛男 他或许长得不是那么的完美 但此刻 还有谁能抵挡得住猛男的魅力 先知猛男能力的阿诚 似乎一点都不慌 非常淡定的 在他身后灭火 估计只有老死 否则猛男是没别的死法了 而经过这次事故 大河的好友 全部对猛男真心闹窃 不知道为何 此刻看向猛男的少女们 竟突然心跳加速 因为这次联谊 猛男与大河的感情 也突飞猛进 在一次约会的途中 一位小男孩掉落河里 猛男依旧没有丝毫有欲 纵身一跃 湍急的河流在猛男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很快就把小男孩抱上岸边 而微观的群众 包括男孩的妈妈 一如既往的捂失了猛男 一股闹地朝着帅气的阿诚道谢 对此猛男也并不在意 他只想赶紧前往约会地点 因为不想让大河久等 每次只要看到大河的笑容 猛男都会觉得自己特别幸福 等到深夜 阿诚非常时局地 给到两人独处的机会 在月色下 鹅人漫步前行 大河的内心难免 感受到了些许的紧张 但猛男就没有自豪非分之下 在大河长成大人之前 他绝对不会触碰大河一根手指 听到如此正直的言论 大河经历时不知道该开心 还是失落 两人分别后没多久 彼此就已经在私恋对方 大河甚至主动邀约猛男 在得到下一次复约的缺切时间后 即便到了深夜 他能再钻研甜品的制作 只为了下次见面时 让猛男吃场可口的甜品 好不容易等到了下次约会的时候 结果却偶约阿诚的姐姐傻传爱 猛男从小就受到爱姐的照顾 绝久未见 她依旧是那么的漂亮 就连大河都忍不住夸赞 可猛男与大河不知道的是 爱姐会出现在这里并不是偶遇 而是根据GPS定位找来的 她一直以来都喜欢着猛男 结果出了一趟远门 后来发现家庆来被人偷了 爱姐认为只有女人 才能看清女人的本性 并且除了她之外 不可能还会有人喜欢猛男 她觉得猛男一定是被人骗的 所以今天才会制造偶遇 目的就是为了观察大河 到底是怎样的女生 她人直接的询问大河 喜欢猛男什么 这个问题让大河有些不知所措 她不知道喜欢猛男什么 反正就是很喜欢 爱姐的目光一直都在大河身上 在听到猛男称赞大河是个好女孩时 大河眼神上的躲避被爱姐察觉到 等到晚上众人分别时 爱姐确定了大河有事对猛男隐瞒 如果说大河眼神上的躲避 是她夺心的 那么在爱姐询问猛男喜欢大河什么 得到的回答是大河的春节后 那一刹那的表情变化是无法骗人的 大河并没有对猛男坦诚一切 爱姐认为要么是脚踏两条船 要么就是花心 反正肯定有一个原因 男人迟钝的猛男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些 可在与大河的一别时 她那欲言又止的模样 即便猛男在迟钝 也知道大河在为猛失烦恼 可她却没有告诉自己 为了能更多的了解女生的内心 猛男来到书店抱着少女漫阅读 粗犷的外表看着少女漫 难免被路过的少女当成了变态 外出买仓的爱姐也看到了猛男 看着自己所爱的男人有可能被利用 爱姐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可猛男却并不在意 重要的是大河在为此烦恼 看着眼前这个大怪头被爱所困的模样 爱姐还是于心不忍 决定由她去问问大河 女人之间可能会比较好开口 猛男很感谢爱姐的帮忙 可内心却始终无法放下 大河到底在隐瞒她什么呢 因为是初恋的缘故 她是在搞不懂女生的内心在想些什么 好友阿诚看着猛男这副魔症的模样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宽慰 可就在这时候 姐姐却给自己发了信息 要她瞒着猛男过来见她 与其在背后揣测大河的想法 倒不如直接索性直白一点 爱姐带着阿诚来到大河的学校 没有任何拐弯抹角 询问大河到底对猛男隐瞒了什么 她知道大河一定有难以启齿的原因 所以派胸部保证会对猛男保密 听了爱姐的话 大河瞬间感到难过 她坦白自己并不是猛男想的那种好女孩 虽然爱姐早就猜测大河 可能脚踏两条船等等 可当大河自己说出来 爱姐和阿诚还是感到十分惊讶 大河觉得很对不起猛男 每次只要见到猛男那双眉毛和冰角 就会让人欲罢不冷 那宽广的肩膀和结实的胸膛 线条很棒且很有肉感 并且猛男的嘴唇超级性感 只要想到这些 就会让人心跳加速 大河做梦都想被猛男触碰 想和他牵手 但猛男却一直觉得大河十分纯情 还说在成人之前绝不碰他一根手指 可跟猛男待在一起 就会忍不住产生邪恶的念头 大河非常害怕被猛男发现这些想法 他很担心猛男会因此讨厌他 看着眼前哭泣的少女 艾姐多少明白了 两人为什么会走到一起 虽然自己也喜欢着猛男 但猛男的幸福显然更重要 艾姐大声的斥责大河 猛男迟钝又蠢 总会误会别人 大河不说出来 猛男是不会明白的 只要肯说出来 猛男一定会理解 听到艾姐这番话 大河似乎想通了什么 此刻的他 只想立刻见到猛男 在告别前 他发自内心的感谢艾姐 听到情敌对自己的道谢 虽然心中多少还是会有些不满 但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讨厌 毕竟猛男的女朋友 是个好女孩啊 等大家离开后 阿诚忍不住地询问姐姐 为什么会喜欢上猛男 六年级的艾姐 因为长得又高又瘦 总是被人调侃 像雕像一样丑陋 这对女孩子来说 是一种很大的打击 可猛男却认为艾姐 很像花店里那种 说不上名次的话 自己有那么漂亮吗 猛男的温柔 给了当时艾姐莫大的鼓励 就是这种别人 绝对无所谓的小事 在艾姐看来 却是秘族珍贵 如果大和听到这些话 一定深有体会 因为他与猛男在小的时候 其实就见过面了 那时候他差点掉落山洞的大坑中 是猛男救了大和一命 因此 在大和心中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只不过这个差距 对于乐于住人的猛男来说 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只要在电车中 与猛男重新相见 大和便在心中 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要成为猛男的女人 所以两年的相遇 与其说是缘分 倒不如说是大和的精心设计 为了知道猛男的家在哪里 都不显得唐突 他从猛男校服 判断出的是哪所高校 再从学校打听 得到了猛男家的住址 手机故意拉下 也是为了知道下一次相遇 这一次 大和没有任何保留的 将自己所隐瞒的事情 一鼓闹地告诉了猛男 包括他想被猛男触碰的想法 果然猛男并没有讨厌他 反而很感谢 大和努力了这么多 都怪自己太过迟钝 没有反应过来 现在一切都说开了 两人的关系 没有因此出现问题 反而变得更加拟歪 不过虽说大和 为了能跟猛男相爱 做出了不少的努力 但阿诚的助攻也是至关重要 甚至为了两人的幸福 还得出卖身子 阿诚永远也忘不了那天夜晚 猛男所带来的痛苦回忆 因为猛男从没有接吻过 他在新接吻时 撞到牙齿 那么大和就太可怜了 所以只能委屈阿诚 让他练习一下 这种要求 哪怕是最好的朋友提出 阿诚都不可能接受 不过猛男也只是 礼貌心地询问一下 他叫做做好了觉悟 阿诚也没有拒绝的选择 虽然那性感的大嘴唇 逐渐贴近 一道撕心裂肺的哄叫 打破了深夜中的灵境 阿诚不清白了 如果说大和与猛男的爱情 让人充满向往 那么阿诚与猛男的友谊 也当来非常憧憬 在最近猛男发现 阿诚的表现有些寻常 大和猜测 或许是因为自己的缘故 毕竟以前是阿诚 跟猛男心影不离 他应该是寂寞了 马上就是大和的生日 大和表示 生日不一定要情侣过 也可以带上阿诚 不能因为爱情 而失去了友情 猛男很感谢大和的理解 可在邀请阿诚 参加15号的大和生日时 却被阿诚以有事为由拒绝了 明年人都能看出 阿诚有事隐瞒 但既然阿诚不说 猛男也不去讲究 直到他从母亲口中得知 阿诚的父亲生病 住院了 他着急地赶去阿诚家里 看着猛男的神经 阿诚直到埋不住了 原来阿诚父亲 在15号即将手术 他知道猛男的为人 一定会来陪同 可他一点都不希望 自己妨碍好友 和他女朋友 过的第一次生日 就在猛男还想再说什么 阿诚却打断了他 预期变得又些冰冷 就算猛男放弃了 期待已久的生日约会 过来陪同 他也不会感到高兴 其中猛男并不能理解 阿诚的意思 不过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他才想明白 这是阿诚的寄托 只要他跟大和 过上一个幸福的生日约会 那么作为好友的他 才会发自内心的高兴 毕竟 两人为了这次生日约会 做了很多准备 可以说是整个生日安排 都是阿诚替猛男设计的 可想把阿诚的事 抛在脑后去愉快地玩耍 猛男不管如何都做不到 在生日当天 他魂不守舍的模样 被大和一眼看穿 而猛男也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他最后还是拿出了 与阿诚设计的安排表 希望大和与朋友 一起度过生日 在得知这么重要的事情后 大和非常理解猛男的心情 追逐他赶紧过去 自己也不会辜负他们的心意 会按照安排表过完一天 在得到大和的理解后 猛男马不停地赶往医院 看到气转曲曲的猛男 阿诚还是有些无奈 虽然他预感猛男会来 可当猛男真的出现后 他的内心还是十分激动 因此此刻的阿诚 已经到了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 发现父亲病倒的那天 姐姐和母亲都外出旅游 不在家 明明知道父亲从小心脏不好 可他却还在放学后 去了书店看喜低 如果他能早点回家 如果他能不出门 或许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 阿诚把一些错误 都揽在自己身上 可事实上只有阿诚一人 怎么认为 猛男觉得即便是他 亦或者姐姐或者母亲 任何一人都不会把责任 拐到阿诚身上 有了猛男的安慰 阿诚的情绪稍微得到缓和 终于毫不容易 熬到了手术灯的心灭 二连着急地询问医生情况 在听到成功了三个字后 阿诚的眼神总算出现了光 也被猛男的行为逗笑 在姐姐和母亲感染后 果然如同猛男所说的一样 没有人责怪阿诚 反而觉得阿诚这些天受苦了 接下来就交给他们吧 在二人准备离开医院时 却看到他在大厅等候的大和 不知道能帮什么忙到他 赶忙送上自己折好的签纸和 寓意给对方送去平安 幸福 安康 看着面前的二人 虽然妨碍了他们的生日约会 但阿诚却很庆幸能结识二人 大和也同样觉得 这次生日非常开心 虽然没有完成计划表上的安排 可在这张纸上的图横 却感出了猛男和阿诚的用心 果然猛男同学真的超棒的 可在感情升温的同时 大和内心却有些忐忑 在喜欢的人面前 任何人都会自卑 大和有些担心猛男 会不会被其他女生拐揍 毕竟猛男真的超级帅气 从小到大 没有别人快过帅气的猛男 一直认为出了大和以外 不会再有女生喜欢他 和颜值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长相可爱 且有一个好身材的李亚 同样也被猛男的某种魅力给吸引了 而反应迟钝的猛男却没有察觉 因为校园运动会的举办 比赛的同学因为脚扭伤了 所以李亚成了替补 可在训练的时候 那拼尽全力却还是很慢的速度 明显会给团队拖后退 虽然嘴上不说 但其他队员嫌弃的眼神 还是能看得出来 所以在之后的训练 李亚都以肚子疼为由请假了 结果却被猛男偶遇 看到吃甜痛的画面 猛男很直白地询问 是不是装病逃避训练 虽然确实对训练有些抵触 但身为女生才会有的肚子疼 猛男是无法明白的 见猛男没有责怪 李亚突然给猛男道歉 因为自己确实给团队 添了很大的麻烦 但没想到猛男却并不这么想 因为有的人跑得快 自然就会有人跑得慢 所以他没有觉得李亚是个麻烦 反倒是李亚如果想要特训 自己会全力帮助 但常规的训练方式 根本没办法在短时间内 有显著的提升 除了猛男思考 如何给李亚特训的时候 起见李亚的手帕掉在地上 猛男想要还给他 却被李亚误会 还以为是自己训练不够用心 得到猛男生计 于是只能拼命地逃跑 只要体力好尽 才被猛男追上 于是从这之后 猛男开发了一套 属于李亚专属的训练方式 他逃 他追 他查指南飞 每次只要见到猛男 高达魁梧的模样 李亚都会本能地感到害怕 最终在猛男的特训下 李亚的速度有了很大的进步 而等到比赛开始的时候 李亚却在过程中严重失误 眼看他就要自我放弃的时候 猛男的鼓舞 穿入了他的耳瓣 他拼尽全力立上了交接棒 剩下的就交给猛男同学吧 而猛男也不负众望 李亚狂男 所有人都围着他庆祝 而猛男也不忘在这时 给李亚鼓励 这少女的内心 名为爱的种子 正乔然发芽 即便后来见到猛男的女友大和 他还是无法控制情感 试图寻找机会与猛男接触 碰巧一字以外歪到脚 而无法正常走路 猛男只能背着他送回家 好友阿诚看穿了李亚的心思 表示自己也可以送他回家 但李亚却执意要猛男送他 天职的猛男没有多想 所以在见到小门口等待的大和 他也只觉得这是在帮助同学而已 阿诚和大和都很了解猛男 他们知道猛男对李亚 没有任何的非分之想 猛男也一直认为 自己不会有女生喜欢 除了大和以外 所以时间的推移 少女心中的爱意愈发的强烈 他终于再也无法忍耐 单独约了猛男 可在即将告白的时刻 却因为害羞而改口 说成了喜欢猛男的人品 想做猛男的徒弟 这一幕恰恶被大和遇见 两年都误会了李亚的心意 之后阿诚从少女的面容中看出 他似乎得逞了 果然在下次校园期的时候 原先的约会 除了阿诚这个固定电灯泡以外 李亚也有了合理的理由加入 天职的大和完全误会了李亚的喜欢 还津津有味的 跟李亚聊起了猛男的各种优点 阿诚知道如果再不阻止 事情就会变得愈发的不可控制 所以他找到李亚 询问他对猛男的喜欢到底是什么意思 李亚装疯卖傻 李亚诚也喜欢猛男 但不会跟猛男握手为解释 他的喜欢跟阿诚的喜欢一样 知道李亚不会主动承认 阿诚不再委婉地沟通 而是选择将他那层哲修布彻底解开 阿诚强硬的态度 使得李亚再也无法冤枉 他私生力竭地让阿诚不要说出去 否则他一定会做出过分的事 所以在之后的日子 李亚离旧沉浸在对猛男的担念中不可自拔 甚至他还收到来自大河的礼物 因为之前与李亚聊得很开心 所以才会委托猛男送来一份小礼物当见面礼 本来有些窃喜的李亚 在看到阿诚让抹来的眼神后 他感觉自己似乎受到了羞怒 因为自己张得猛男什么都不知道 以及大河的善良在肆无忌惮 但也没必要这么责备自己吧 为什么自己就没有喜欢的权利 可李亚其实误会了阿诚 只有李亚把这份喜欢烂在肚子里 那天生迟钝的两人 怕是这辈子都不会知道 可最后痛苦的人只有李亚 所以阿诚自始至终担心的人是李亚才对 李亚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动摇 他在放学后找到猛男 此时的猛男明显心情低落 因为大河偶尔总会担心猛男被其他女生拐揍 但是他明明一点都不受女生欢迎 猛男很想做点什么让大河放心 可却除了只会安慰他 自己没人喜欢之外 似乎什么都做不了 果然师父是个大笨蛋 李亚在这个节骨眼说出了自己的喜欢 这次不是一般喜欢的那种 而是男女之间的喜欢 他想做猛男的女朋友 突然猛男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才真的拒绝了李亚 对于这个结果李亚并不意外 虽然事后哭成泪泪 但只要被拒绝了 他也就能慢慢放下 在李亚离开之后 猛男思考了许久 他发现自己用来安慰大河的话语 只会让他变得更加不安 自己并不是没有女人缘 相反自己以前只要遇到活泼可爱的少女 都会忍不住心动 但现在他绝不会和其他女生交往 他不只是喜欢大河 他是超爱大河 他的心中只有大河 所以不用再担心了 看着大河脸上的笑容 猛男知道这次 大河终于彻底放心了 不过两人交往的时间也不算短暂 但却一直都没有接吻过 反倒是同班同学阿修 在与女友交往的当天 两人就已经有了亲吻 真的猛男很是惊讶 如果说交往后 到底多久才能接吻 猛男的回答是高三的秋天 毕竟这不同于牵手 是要嘴对嘴 是件很重大的事情 绝对不能太过草率 所以只有等时机到来 要让第一次接吻变成美好的回忆 虽然嘴上说得很正直 可每次约会 猛男的目光都会忍不住 盯向大河的嘴唇 再过三天 就是猛男的生日 大河想了许久 都不知道该送些什么 于是 在最后一天 来到阿诚家请教 可其实困扰大河的问题 并不是礼物 而是 如果自己主动求问 猛男会不答应呢 调皮的阿诚告诉大河 在高三的秋天之前 猛男好像都不会接吻 仔细一算 还得三年 那么只能等到高三 看到大河这难过的模样 阿诚立刻改口 只要大河愿意 即使随时都可以的 正让大河顿时 变得害羞无比 突然他好奇地 询问阿诚 有没有接过吻呢 这个问题 让阿诚变得沉默 他是一刻都不愿意回忆 被猛男按在墙上 联系接吻的画面 等到猛男生日当天 在学院闭眼的片刻 大河凑到了猛男面前 轻点了一下嘴唇 可猛男对此 却毫无察觉 只觉得一阵相风袭来 嘴唇上 有一只暖暖的虫子 短暂停留 眼睁开后 却不见虫子在那 看来嘴唇后 有时候好像也是一种麻烦 没有勇气 再主动的大河 也只能满脸通红的作罢 直到猛男告别大河 来到阿诚家 讨论的是什么从指师 才被阿诚告知 他是被吻了 猛男迅速回忆 想到那时候 大河羞涩的模样 看来自己真的太迟钝了 猛男没有任何停留 立刻跑到大河家中 有些不太确定地询问他 是不是吻了自己 看到大河脸上的那一抹羞涩 看他阿诚 说得没错 猛男紧求大河 让他主动一次 随着少女眼睛闭上 猛男后视的嘴唇 也贴了上来 他一定一定 会好好珍惜大河 完结 撒花 矮无语 真的会让人产生 对爱情的向往 因为他让人看到了 爱情的美好 他人都因为冒恐惧我 可你却永远都在对我微笑 喜欢一个人 真的非常简单 正如爱姐所说的 别人觉得无所谓的小事 才很珍贵 可能因为他人的一句话 一个动作 就会在心中种下 并为爱的种子 而婷婷的恋爱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 注射了阿诚十年的天爱 选择告白 却得到阿诚的一句 对不起 明朝大河有男朋友的一只赖 却还查出别人的感情 认为猛男根本配不上大河 两年会在一起 都是因为猛男救了大河一命 趁大河不在 数落了猛男一顿 对此猛男没有还期 反而觉得一只赖 说的不无道理 大河会担心猛男 被其他女生拐走 猛男肯定也会担心 大河被其他男生拐走 一只赖会做美味的甜点 深受大河崇拜 而且爱有小轿车 下雨天不用等自己送散 在看到大河坐上一只赖的车后 他在面会变得不自信 不过 爱一个人就是坚定内心 大河与猛男一样 都是反应迟钝 没有察觉到一只赖 对自己的喜欢 在一只赖告白 当他做出选择时 他没有丝毫有欲 他的心始终只为猛男跳动 和喜欢的人除了会开心外 也会有痛苦 也会流泪 甚至变得自卑等等 爱情本身就是一种美好 因为每个人总有一天 都会找到那唯一的人 最后忍不住吐槽一句 果然男二都是属于观众的 真的很心疼阿诚 另外猛男与大河的高田日常 还有很多 少年只将主线讲完 感兴趣的人 一定一定要去观看原片体验 真的真的 太甜了